现在的世界 有很多的可能 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的 机会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好像 现代文明 现代技术的发展 并没有 在很大的程度上 减少死亡 死亡的规律 已久存在 得了新冠 你可能会死 进了监狱 你可能会死 开车在高速公路上 你也可能会死 乘坐飞机 你可能会死 三摇地动的 发生了地震海啸 你可能会死 当然接环交迫 或者得了癌症 你也可能会死 现在的人 距离死亡并不遥远 而且还有很多的死法 有的死法很痛快 有的死法 让人难以忍受 究竟 有没有勇气 面对死亡 这真的是个问题 如何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的勇气 从何而来呢 我们的答案是源自于 人生的一体两面 其实人是不用怕死的 因为 人生而一体两面 我再重复一遍 人生而一体两面 生命是有物理限制 或者说 是有生理限制 到了一定的程度 因为非常客观的原因 生命就会结束 人的本体 就会消失 但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如果你是按照一体两面 来生活的 那么 你的影响 将会继续存在 甚至人的影响 还会脱离本体 而继续发展 甚至比你活着的时候 发展的还好 所以 与你的本体离开 没有关系 可以想象一下 这实际是一种 虚拟情境 你的肉体已经离开了 本体离开了 但你的形象和精神 依旧在 人工智能的 虚拟情境中存在 继续活着 甚至永远活着 现在人工智能的进步很大 这样 虚拟环境的设计和构建 就更容易成功了 这不仅仅是在游戏领域 社会的各种可视 可感的环境 都可以虚拟化 数字化 换句话说 如果你现在保留一些数字化的视频和照片 那么你的自自出身 就可能真的永远感受到你的存在 你也可以永远与他们在一起生活 你在特定的环境里面是活动的 你可以与他们说话 参与他们的活动 也就是说 你是余生的 这里顺便说一句 如果要说灵魂 我的答案是 真正的灵魂 就是人的影响 灵魂是一种精神 它是非物质 但它是存在的 它会影响你的行为和事业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单独讲一讲灵魂这个事情 有一个很著名的大学者 叫艾里克霍夫 谈过勇气的问题 他是一位社会学领域的大师 他是一个码头工人出身的哲学家 跟一般的左翼人士不同 他实际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他写的书 狂热分子 被誉为群众运动的圣经 如果我预料的不错 当然我就是预料着玩 我实际也经常预料一些人和审 这本书在中国 今后一定会被下架的 而且一定会被大家批判的 否则杀伤力太大 据说美国总统埃森豪威尔 当时看完了这本书以后 非常激动 一下子就买了50本书 分送给他的朋友 后来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埃里克霍佛 他回答说 这证明我写的书前显易懂 一个人牛到这个程度 也算是登峰造劫了 后面还有几个美国总统 都以见过他为荣 他研究过二战前后的人和事 他发现社会中 本来无足轻重 卑微到人人都视而不见的人 他称之为吉林人的边缘人 忽然会充满了勇气 在群动群众运动中 做成了大事 凡是颠覆的事情 都有他们的影子 需要解释一句的是 埃里克霍佛的这个发现在于 人的影响是可以极端化的 可以强大到足以影响他人的生活 这会导致这个人充满勇气 根本不惧死亡 我前面讲的是 人生而一体两面 在这里我强调的是一种均衡 自己的人 别人的人 两者都是一体的 同时存在的 但有的人则不是这样 他们非常极端 就如同埃里克霍佛 在书中指出的那样 投离自我 专门管别人的事情 这种人 强烈关注人的影响 甚至到了放弃了自己的地步 这就是过于极端 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才是最具有勇气 最有牺牲精神的人 他们不怕死大 在过去中国有一句老话 民不为死 奈何以死拒之 其实这是一个意思 埃里克霍佛 在书中还有一个发现 他说 那些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面前 俯首帖儿的人 面对纳粹入侵时 却表现出无比的勇气 造成这种差别的理由 不在于斯大林的秘密警察 比纳粹更为残酷 而在于他们是以孤立的个人身份 面对秘密警察 但面对纳粹时 却自我感觉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意愿 这个民族拥有一个光荣的过去 和一个更光荣的未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区别 它论及人的影响 当人的影响 跟很多人关联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让人充满勇气 不怕死亡 其实犹太人在中东 也是一样的情况 开始很多人以为 欧洲的600万犹太人 都被希特勒杀光了 那么后来在犹太人的解决方案当中 把区区60万犹太人 放在中东地区 就不会有大事 当时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结果没想到 这些犹太人凑在一起 无所顾忌 顽强而倔强 阻止多谋 导致了今天中东的局面 所以犹太人这个群体 还有前面埃里克霍佛 所讲述的道理 意思都是一样的 一个人 只想着自己的本体是不行的 那是一个孤立的尸体 一个孤零零的本体 孤零零足以让人恐惧 但当人的客体互相之间发生关系 人的影响这一块 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 这就像一个虚拟的发挥机一样 它能够迸发出极大的力量 让人充满勇气 无所畏惧 文革中的红尾兵 也是这样的 他们都很年轻 他们的心智 实际并不坚持 更容易受到影响 那些小孩子们 他们不惧生死 甚至可以为了革命 捍卫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理想 可以从高楼上一跃而下 这就是为了所谓的革命理想 反之 如果给人扣上一顶帽子 让他与众人不一样 那么他立刻就会瑟瑟发抖 心胆剧烈 这个时候让他干什么 他就会干什么 因为这种时候 人的影响被切断了 由此可觉 人生而一体两面 理解这一点 是多么的重要 现在环顾四周 有多少人 活着的时候 什么都没做 死的时候 却拼命哭丧 这样做 简直太白痴了 做人 就要做好自己 也要做好别人的人 当人的影响 建立并且丰富的时候 你会看到人生变得非常有意义 生命丰富多彩 你会成为别人的阳光 别人也会成为你的阳光 电影 寻梦环游记 这部电影中说 人有三次死亡 第一次是心跳停止 代表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 第二次是出席葬礼 宣告你在社会上不复存在了 第三次死亡 则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既得力的人 把你给忘记 这个电影 是在用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 告诉大家 人生而一体两命 死亡不代表一个人的离开 人的影响可以是一种永久存在 而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人的影响的消失 中国人形容生命 是很特别的 在历史上 中国人都会用流星来形容 比如说三国演义当中的故事 就会写到 诸葛亮是一颗流星 奇大如斗 从天空划过 这个表现形式是非常浪漫的 实际上也是有现实主义意义的 我倒是喜欢用一条大河来形容生命 生命本像一条长河 初始窄小 受两岸的瑕迫 水流湍结而澎湾 积岩石破瀑布 极不可耐涌向前 渐渐的河流长大 两岸退去 河面宽阔而舒展 水流平缓而从容 在那尽头是无江的大海 融入其中 无怨无悔 舍去自我 无记无痕 这也是一段 非常浪漫的描述 展示了生命的轨迹 人 在老之将至时 如果能这样看待生命 将不会苦于死的畏惧 以欣喜之事 后继有人 以若力不从心 休息一下 河流而不为 人不免已死 我愿死于工作中 小得其间 凡我能完成的 我都尽了力 凡我不能的 后人还会继续 这也是一位文化人 写下来的文字 我觉得这些文字 都讲述了同样一个道理 人的影响是无止尽 无穷尽 可能会传递下去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你的人生 可能完全不是一个奇迹 不过普通人 同样也是其他人的 阳光与路 有时可能这是 一两句 被人凝迹在心的话 就能改变别人的一生 我就用一个人的话来说 这就像医生 不能改变生老病死 只能让人活得好过一点 园丁不能改变春夏秋冬 只能让花开得好看一点 这些是一样的 意思是一样 如果大家都能在 在人的影响方面 做得更好一点 真的可以永远活着 永远活在你的家人的心里面 永远活在一些人的心里 甚至活在很多人的心里面 影响到他人的行为和事业 甚至支配他人的行为和事业 这是一件很牛的事情 很赞的事情 即使他与死亡同时发生 看到了这一切 想到了这一切 死亡还有什么可怕的 人是可以不怕死的 关键是要明白 要意识到 自己在死亡之前做过什么 所谓的道德勇气 就是这么来的 当一个濒临死亡的人说 这辈子值了 不是说该想的福都享受过 所以可以说拜拜了 这仅仅是人的一个方面 关系到人的本体 有时 这同样也会显得很白痴 这辈子值了 值了应该同时指的是自己 也指的是别人 指的是你对别人的贡献和奉献 否则你连说这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根本没有人会在乎你那里感 你没有影响 因为你只在乎自己 所以人的影响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人生而一体两面 平凡也是一种伟大 只要你认真 而不是随意的对待生活